从西岸往东岸看去 金融树梯工程已经进入 连接中正公园祖朴坛的最后阶段 为了邀请民众共同见证 这座金融新地标的诞生 金融市政府官方及城市行销处 特别举办大名鼎鼎命名票选活动 命名选项分别有 Keylon Tower及Hope Tower 票数最高的就是金融树梯的新名字 民众也可以发挥创意投稿命名 金融市政府方面将从上网投票的民众中 抽出100名幸运儿 赠送金融市长牛昌手中 这组抄西金的限定版 金融树梯造型维基木 这个是金融的新地标 也是台湾国门的新地标 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市民好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场命名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有两个 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名称 就是Keylon Tower或者是叫做Hope Tower 基隆塔或者是希望之塔 那民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两个名字的一个选择 另外当然也可以自己来提你觉得更好的一个名字 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命名 那我觉得这是全市的全民运动 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我们要抽出100位幸运的民众 也就是只要你来投票 那我们会用抽奖的方式 来把这个积木来送给100位的幸运的民众 那希望给 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一同给地票数T一个鼎鼎大名 那另外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这个开放式的命名 大家来提出你的创意 那这个部分呢 等大家的创意提出来以后 我们会有几位评审的组成呢 然后来挑选出前10名最有创意的投稿 那这全10名最有创意投稿 同样也可以得到这个微型积木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处方面表示 金融速梯工程预计在年底前完工 后续将衔接东岸邮轮广场 及西岸沉寂转运站 是金融再生翻转的指标性工程 速梯的部分 现在在做横向的最后的这个连接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一连接完呢 我们预计是在这个12月底 把这个整个连接做好之后 清零始造大概就可以完成 今年年底大家可以完成这样的这个部分 然后后面的中正公园 也有道路人本的工程 也预计也是在12月全部完成 所以就等于是整个这个整个的 中正公园从旧二分渠 一路到中正公园 这个部分工程也做完 将中正公园三角下的旧警察局 二分局拆除以新建连接 朱普坛的塔桥及广场 借用速梯设计者建筑师邱文杰坦言 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也让命名票选活动显得更有意义 因为这个工程以建筑师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它是介于工程跟建筑之间的一个塔桥 那这个塔桥呢今天要命名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说我要来参加 金融市长林佑昌透露 金融速梯预计明年农历年后启用 将成为4月举办的城市博览会展场之一 欢迎民众一起来赋予这座 国门新地标响亮的新名号 金融新地标 名字你来标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